大家好,歡迎收看即時攻略的問答環節 今晚繼續有Stanley做嘉賓 Stanley,我們事不宜遲,立即回答WhatsApp朋友的問題 有位朋友說,特報4.6買了 現在應該是指洩還是溝貨? 溝貨又好像一般 他的勢真是很差 也不是現在是差的 大家都知道有關,有他留意他的股價比現 都知道這東西都很可抄 彈的那一刻,他彈的可以很厲害 但是每一次都有一些叫他要怎麼說 比如說安達、利寧那一堆彈了上來之後 他通常追他落後 不過他的股價其實真的頑皮 但又下去之前那些支持位 但是這些位穿了就不得了 看圖還沒有 這個圖又有啟慈性 這個圖 這個圖是由上年一月份到現在 即是兩年 你看他的圖現在去到大概三個八 之前這些低位 是三個底 但如果這個圖穿了一筆又是大件事 這圖 又是有牌射的那些 不是,這就當做圖 我很少講圖 但這些圖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呢 這個 即是上面這一個 是個頭 當作圖 然後這邊當作圖 這個叫做圖 這個就是圖 就是圖 就是這條 你當作圖頸線 如果這些圖可以穿的話 那條頸可以很厲害 是因為這些是大型的走勢圖 一穿了這些圖就很糟糕了 三個八穿 如果這些圖可以穿的話 你真的要走貨 但大不大機會呢 現在其實不敢說 因為其實你看他現在真是 就是順道說圖 這些位穿得真是會很糟糕 但是真是自己小心一點 基本面我又覺得 一向我都覺得 特步都一般地 如果你要選的話 就是選擇 李寧、安達這些會好一點 那他先走不走呢 他還要四個六 看看穿不穿這個位 就是看看穿不穿這個位 這個位太大啟事 一穿都是的 這位太過了 這位真是很誇張 這個環境是多少錢 剛才是三個八 你看看他這些位 其實真的是三個八 其實現在叫了 如果你這位你跌不穿 就像這些一樣 你跌不穿的話 可能有一層彈都真的不出奇 當然是看圖是這樣看的 你不穿這些位置的話 就可能有機會有反彈 但一穿到 就真是很大件事 這位 所以真的要小心 看著三個八這些位置 但今天其實都剛剛到過了 這個特補圖真是很帥 真是帥 不說不說 真的不說不說 不過呢 可能有些冒炮 但如果以以前的計算 你穿到這些位置 即是四個月 四個月 一四個月的位置 都應該走貨 其實 你不走的 其實都已經是遲了 但沒辦法了 再想想 對 再想想 好 我們聽聽家人觀眾的電話 有位胡小姐在旁邊 胡小姐你好 胡小姐你好 早安 你想問什麼呢 我想問2606未有貨 我想問下到什麼價位可以買 2606? 還有1922年我兩個四個月買 就有五個月 他就有七十四個月 我想問看到今天低位升上一點 我想問可不可以買回它 OK 可不可以買回它 2606先吧 兩隻都是物管的東西 南光家寶 一隻是銀城生活服務 胡小姐兩隻都有貨 是嗎 南光家寶 我沒有貨 我沒有貨 我也沒有貨 其實話說 胡小姐 不如 轉換退而求其次 抽新鼓 哈哈 不如抽那隻 保利那隻 我覺得你不如考慮那隻好一點 因為為什麼呢 先說那隻 銀城那隻 1922 國際真是差 我沒有什麼研究過去 應該會這麼頑皮 但是 表現真是有些強差人 這些要搏 都好像有 真的有些擔心 相比之下 你說這隻 南光家寶 就好像好一點 好像也有一定的規模 而且你看到現在 這位好像大概是 48元左右 打到底 所以你說這位 要搏的話 反而是南光家寶 直撥一點 不過 如果你是以管股來計算的話 因為我看你兩隻都說管股 即是說 你都想炒這個板塊 但是 似乎保利那隻 6049 那隻 好像真的很多人認舊 所以如果你想鑽短線的話 不如去那隻 那隻 其實我自己 都很老實的 那隻我都有些興趣 因為 尺寸規模 其實是大的 不過 這個時候 當然 當然 你看到我媽的反應 反應也很厲害 變成你當抽獎 我想會好一點 嗯 好啊 也麻煩胡小姐的電話 接聽下一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好詭異啊 那個電話 那個電腦 Hello 小姐你好 我看不到這 厲害 小姐你好 我不清楚 不斷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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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小姐你好 早安 你好 黑牛 是你 沒錯 你先來 是你 你想問什麼呢 你剛才說6049可以抽 我想問你99200 可以抽不抽得 哪一隻 99200 那隻 99200 那隻叫什麼 什麼時代 有 是啊 你如果不說 兩隻給我選的話 我都是選一隻 寶利那隻 因為 其實那隻是時代倫理 我記得那隻 那隻 因為那隻 我之前有少研究過 那隻 其實尺寸 它不算大 還有 印象中 它本身的財務狀況 那些發展 一般 所以 當然你說 炒氣氛 因為價格方面 時代倫理 又好像小一點 但是 如果你說 與回 我想 李小姐 我都猜你 喜歡抽新股 你真的想要抽這些 不如兩隻都認夠一點 但是 可能你主力 認夠那隻的 這個 寶利會好一點 時代倫理 你可以 都要求 但是 可能你說 駐馬上面 可能八二支 比較好一點 因為 時代倫理 寶利 我看過那些資料 我真的覺得 它是一般般 但是 寶利是規模夠大 所以你要選的話 我都來選 寶利那隻 會比較好一點 我還未認夠 我還是想一下 但是 我有興趣 好啊 可以想一下 接著 來到吳小姐的電話 吳小姐你好 你好 兩位主持 你好 我問 這個 保理物業 這個辛苦 還有 這個 1810家 他過了 九個半 追不追得過 不要追了 李小姐 我覺得 小米 我們這樣說法 現在叫做 穿了上去 但是 讓他站穩 站穩 我都怕 他這些位 可能有機會 叫做 假突破 之後滾下去 所以 和這次的 你也知道 都不是那麼容易玩的 所以 反而 你見到他 可能真的站穩 再上的話 你才再撐 當然 你說現在 小柱行不行 你真的 駁他 不穿下去 九個半 你不可能 小柱 跟一跟 跟一跟 但這次的 先說明 真是鬧鬧 但主要是保利 保利物業 我都是覺得 我一句 初步看他的資料 他是OK的 而且他的尺寸夠大 我經常說 這個版塊 你要買的話 買一些大 會比較好 因為 大家 我有一個 少許的數據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內地物館的公司 其實那間 是有12萬間 我們現在 其實很多 但有規模很大 其實真的 應該真的不多 所以 你說 好像 這一隻 它尺寸那麼大 有一定的 衝景 所以 如果你打算 尺寸的話 都是那句 保利物業 可以想一想 好 也感謝小姐的電話 問題都回答了 也感謝Stanley 這麼順暢的分析 和你質疑 有沒有遲 以上提報股份 沒有遲 謝謝 今集節目就參與 稍後回來會有其他直播節目 稍後見